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這部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聊一下 新一期無限挑戰 孫魯玉的刷分陣容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那這次要介紹的第一組刷分陣容 是要提供給平民玩家們來使用的 原作者是依然大大 非常感謝他的分享 首先試煉加成的部分 我自己是使用這個樣子去做一個配置 各位可以直接造超就好 然後武將加成的部分我認為不需要點 再來挑戰的難度係數是全勾的170 然後使用的隊伍搭配就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至於沒有燈愛的玩家們 可以替換成燎煙火來使用 可是成績會稍微下降一些 接著使用的神兵是 靈燈加葫蘆加星廷頭刀 重點靈燈的使用條件必須要達到 武雙階級的最終減傷下降才行 否則就要改成扇子或者龍鷹槍 重點使用的順序是按照技能配置釋放 然後靈寵則是鼻翼組戰 搭配白虎、熊騎助戰 外面有的玩家們也可以使用平民版的 熊貓加龍象 或者是夫豬加熊貓 只是成績一樣會下降一些 接著顯能方面我就不囉嗦 直接放在畫面中提供給各位參考 接著戰魂方面 只有燎煙火跟鄧愛使用弱點突襲 剩下來都會選擇戰役火發 來提升怒攻次數 最後換武德的部分 泰文姬、袁紹、鄧愛都必須搭配三開效果 否則傷害會上不去 那這組陣容我自己測試下來 完美搭配的話可以達到170萬以上 沒有問題 就算最平民的版本也有差不多150萬左右 重點是非常容易出現130萬 相當適合新手玩家 接下來第二組陣容非常感謝郭家家 跟隱姓埋名的測試 使用了試煉加乘是這個樣子 去做一個配置 各位可以直接照抄就好 再來挑戰難度係數是全勾的170 然後使用的隊友搭配就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重點這次對於練度的要求非常高 首先雷靈照雲算是這次的酸劍輸出 但最好的練度卻是三火到四火 烏火反而會打不上去 接著郭恩曹操的話 我自己是使用了無火測試 剩下的兩位也是 所以應該確定綁定無火 用聖木佐斯的最佳練度是一火覺醒 因為無火會搶到白虎的發動時機 導致傷害並沒有辦法最大化 成績與容錯率都會大幅影響 接著使用的神兵是扇子加星庭牛刀加龍鷹槍 或者改成扇子加龍鷹槍加星庭牛刀也可以 這兩種都有出現240萬以上的成績 重點使用的順序是按照技能配置釋放 然後靈寵則是鼻翼主彈搭配白虎、窮騎助戰 萬一沒有窮騎的玩家們 也可以換成玄武 這兩種配法都OK 接著潛能方面我就不囉嗦 直接放在畫面中提供給各位參考 接著戰魂方面 只有雷靈照雲使用弱影突襲 剩下的都是選擇戰役波發來深入攻次數 最後換武的部分大橋跟燦燼機都必須搭配三開效果 否則傷害會上不去 那這個陣容我自己測試下來 只有無火的話就達到234萬左右 雖然也許有機會突破到240萬 但250萬可能還是3到4火比較容易 最後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並且開小鈴鐺 我是劑哲我們下次見 掰 1 2 1 2 3 5 5 5 6 5 5 6